又到了收货的季节 你们那边开始收稻谷了吗 好吗 还没到我们家的吗 没到啊 还有几个田呢 现在收割几多少钱一亩啊 我知道我们没问这汤 人家收得少就给了少 还好早两天刮台风 没有把稻谷刮倒 不然就减产了 这里不是倒了吗 就这一点点那边都还是好好的 已经算好了 对了那个台风叫什么来着 先把这些水放干 不然等一下收割的时候 会泡到这些稻谷 妈爷这些稻谷都发芽了 下雨太多了 什么时候才到我家 嚼着蹲麻了 快点到了到了到我们家了 这雨说虾就像个农民 真的是靠前吃饭了我的妈呀 帅哥不下雨了 你帮我把大午放下来吧 把你拉到那里啊 把到上面去啊 那我就不用吧 那我就不用了 谢谢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 我家一抹二的田 用了差不多20分钟去收割完了 如果是人工的话 估计要一天时间 我在感慨的 真的是时代的进步以前 小时候出来收割大骨 真的是太让人害怕了 谁说你很不如拿 女孩子也可以拎起半天天 太厉害了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种了一个季度 都二十包盗骨 除去收割机费用 耕田费用 人工施肥各种的 是自己种划算呢 还是买米来吃比较划算呢 做农民真的太不容易了 好